受奉香炎辽村的山岭福德庙10号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庙方将善心大德爱心捐赠的普渡物资关怀弱势家庭 主委张正志感谢善心大德善心善举 在大众支持下和福德庙委员及志工们 把物资送到需要被帮助的弱势族群 受奉香炎辽村的山岭福德庙10号举办中原普渡 许多民众都来到山岭福德庙参加普渡的活动 庙方人员开始忙进忙出准备中原普渡的物资 中原节除了让好兄弟心满意足之外 也照顾了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为了感谢信众大德的善心善举 主委张正志感谢信众大德多年来的支持 会将大家的爱心捐赠给爱心协会 让中原普渡的物资帮助需要的家庭 我想今年109年中原普渡 我们山岭福德庙还是跟以往一样 这个普渡的分数都是在1200分左右 那么今年也跟往年一样 我们会把这个普渡完以后的这一些 祭品贡品 这个可能大概有将近一半以上 都会捐给这个弱势团体 那么以往都是拜托这个 华林同向会或者是华山基金会等等的一些 协助弱势团体的这些协会 来帮忙直接把这些东西物资送到需要的人的手上 那么也非常感谢这个壮大的信徒 在今年这个疫情下来 虽然花莲都非常的稳定 没有疫情的发生 那么也感谢我们土地公 我们福德正神真的是神威显赫 才有那么多的这个信徒 可以这个上山来这个朝拜 也一起来共享盛举今年的这个中原普渡 主委张正志感谢信德大众的慈悲 也感谢长期以来支持妙方的信众 管理委员会将公平物资 捐赠给需要救助 以及关怀的社会弱势族群 并且注入善吸暖流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